擁有一顆柔軟心 輾轉得知特教學校短缺經費 曾到學校捐助善款 希望你能夠每一天都想好的事情 老師教你的都要記起來 好不好 祝福你喔 熱心公益的李阿莉 致力推廣茶道 數次在世界茶葉博覽會 分享淨絲茶道 人文之美 為您所奉的茶 那是一杯歡喜的茶 那是一杯恭敬的茶 那是一杯慈悲的茶 以茶解善員到明道大學 開設茶道課程 儘管身兼數個重要職務 忙碌之際不曾停歇 對人文活動的關懷 恭請校長頒發名譽學位證書 學校特地頒發名譽博士 肯定對教育奉獻 恭喜李博士 上人告訴我們教育就是教之以理 欲之以德 所以我只是把上人教我的 然後來告訴孩子 然後也走進校園來影響師生 傳遞美善 目前還承擔大愛台 插得幸福告白 三代之間節目主持人 三代之間 以孝道 智慧 愛來參加 李阿莉對長輩敬孝 以善以愛為傳家寶 女兒受到勳陶成為刺激家庭 勝利軍 阿媽跟媽媽都一起出現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對我的生命來講 很重要的一個時刻 然後是一個傳承 付出無所求的心 讓李阿莉的人生更加圓滿 大愛新聞中部綜合報導